我们来看到路上现在这场俄乌战争的最前线 俄军目前呢持续的向乌东地区顿内此刻推进 目前是说已经正式的拿下了赫尔尼克这个地方 并已经进驻到库拉西夫卡西部的工业区 乌军现在看到在情势不利之下 开始自己展开撤离了 目前撤离的地方是库拉西夫卡 还有佐里亚涅向西转移来加强红军村他的防御阵地 总统泽伦斯基在10月30号这一天也表示说 乌军在一些地区被迫撤退 因为某些地区现在看到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兵力的占比 已经达到1比8了 乌克兰现在是相对落势的 我们看到他主动抛弃阵地要收缩他的防线 就能够挽回前线比较不利的一个颓势吗 还是可能会让战线反而再次崩溃 舰长您如何看 首先我再说像俄乌的这些战况 其实我们隔这么远 往往我们都是从媒体得到一些消息 这些东西有的媒体都有一些立场 讲的不是非常的让人信服 但是我始终相信 如果你的朋友批评你 那通常就是真的 像乌克兰最近有一个叫做女都军 是他们的一个女的议员 她叫什么别祖格拉雅 我这还不太会发她的名字 她经常对乌克兰的这些军队做出一些批评 由于她批评的有时候很到位 而且很严厉 所以大家把她叫了一个叫做女都军 五天前她第一次说出来 她说现在的乌克兰的指挥官 那个军事指挥官 一直在说谎 然后就说了三点 她说第一个 乌东有一个城市已经快失守了 那个城市 然后乌北又有一个城市 快失守了 然后他们打下来的乌军神儒 那个库克斯地区 他们又丢了一半了 然后我去查一下这个东西 我知道 她说的乌东的那个快失守 那个城市 如果真的失守 她就下来就可以打红军村 那红军村是在乌南 它就是北部 东部 南部 各有一个城市要失守 然后她才说完三天 前天我就看到 俄罗斯宣布中间这个乌东的 他们已经拿下来了 那拿下来之后 我有一次跟帅将军 帅话名将军在那聊天 那时候我才知道陆军的考虑 他说我们陆军打仗 很简单把地图摊开 然后我就看那个交通线 我就告诉我 我就专门打那个补给的那个驱扭 这三个通通是他的补给驱扭 你只要打下来之后 敌人的补给线就断了 敌人的补给线只要断了 对陆军而言 就是你原来在攻的 你立刻就要开始变手 还突破不了补给 你就要撤 所以陆军就是在打这个 那目前你看起来 东南 这个北东南 全都已经失守了 所以你知道 基本上陆军已经是 大概会失败了 然后 我相信一些专家 所讲的话 还有一个就是 炎阳女都军 今天的新闻吧 他说一个什么东西 他说 他一直在骂他 那个指挥官说 你怎么把医务 跟空军技术兵啊 派到他的步兵去了 就是说这两个原来是在救人的医护嘛 空军技术兵是在维护那个飞机起降啊什么的 他把这两组人抽出来 调到步兵 从这个东西你可以知道 他不仅缺缘 能力短缺 兵短缺 而且缺得十分的紧迫 或者任何一个军事运用 不可能把这两个技术兵种丢到步兵 步兵就是一个靠走路啊 就是那种很辛苦的兵种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乌克兰这里是失败了 那川普有讲 他说乌克兰已经基本上是被打败了 他说任何协议 就算是最烂的协议 都比现在好 这是上一次泽伦斯基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 川普见到他 川普说的一个 所以我的感觉 如果川普胜选 这个乌克兰的战线会加速地崩溃 他们现在在崩溃中 只是只要11月1号川普胜选 他会迅速地崩溃 因为川普的立场 我觉得是非常简单的 他不会支援乌克兰的 拿那么多钱给他们 这不是川普的立场 好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乌军的部分 在补给线跟缺兵的状况 都非常的严重之下 我们知道过去他们两个 俄乌双方在交战的时候 通常都是打了半天 那乌军才会撤退 但这一次是主动 主动撤退 委员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主动撤退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他被半包围 半包围就是说 俄罗斯军队的前行攻势 已经达到最外围的 更深远的地方了 然后他的补给线 已经在俄罗斯的炮火底下 所以补给线已经中断了 一个军事指挥官发现 你的补给线被截断了以后 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的炮弹还剩下多少 如果一个军队炮弹子弹剩下没几话 不是整个准备自杀吗 所以在趁着还有一个机会的时候 就赶快撤退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战术上的一个失败 第二个空挡 第二个原因的确是乌克兰的军队 我坦白讲我非常地尊敬 他们很多的军人在战场上已经超过九个月了 稍微有经验的都知道 一个军队最好在第一线不要超过三个月 掉回来整补换新人不断地轮替 所以你表面上看起来 俄罗斯的军队在第一线战场上只有40万 乌克兰有50万 当时乌克兰这50万 驻地都超过九个月以上了 全部都是 俄罗斯顶多三个月就遵守回去 掉来掉去 掉来掉去 所以他永远有这个预备部队在那边轮调 所以每一个人都精强马撞 你拿到没办法 所以这个打战的实力在士气就差很多 而且在第一线待太久的话 那个精神状态舰长都很清楚 我们一般当卫兵只要站个三天 就准备想要开枪打连长 真的那种情绪的压力不满烦躁 会有这种很特殊的 因为一般没当过兵不了解这种军人的特性 他必须要赶快上去 赶快下来休息 他战力才能够维持得住 现在乌军的士气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三个更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们的指挥系统是一团乱 刚才这个舰长讲的那位女都军也不用推责任 他是真的是都军 责任司机竟然派他 好像是以国王召集委员这种身份 到各部队有巡视权 他到了这乱指挥一通 乱骂一通 那请问你这些军人干嘛听你骂 你竟然骂你 你敢搞啊 那你去决定啊 我们就照做就好了 就使得整个部队凌乱了一塌糊涂 连到最高指挥官 说要打库尔斯克 所有的包括美国的军事专家都说 惨啊 连那个不算军事专家的 米尔斯海默那个国际军事专家 他大叹一口气 这一下子两万人会挂了 两万人是乌克兰的精锐部队 不是一般的部队 机械化的部队 才能够攻进去 那么快的速度进去 军事卡住出不来了 这个是很大的事迹的一个损伤 那你调的时候 是当时在守红金城外围的 所有的精锐部队 你抽掉光的 其他人一个一个就被收拾掉了 因为你会想想 我的兵是兵不到六成 他的不到四成 那你说这个军队 你说简单的旅长 他怎么去指挥啊 所以再来就是说 他的总指挥 三军总司令哲伦斯基 他好像把指挥战争当作演电影 他是一个很会演的人 但是问题是 在这个场合非常不适合 他动不动经常有时候 只下定攻什么地方 是他要去美国访问 要给他一点烟火 要到欧洲开和平风味 也要给他烟火 他完全混乱了 所有的军事规矩 所以底下的军事指挥官 怨声载道 那尤其现在升上的 这个新的指挥官 你说他好嘛 也不能说很好 你说他差嘛 也不差 可是在这种指挥底下 他没有俄罗斯军人那种条件 俄罗斯军人就是 他谁不用管 他只对普丁负责 普丁也完全说 你就照我的要求 说要尽量减少伤亡 尽量平民的死伤减伤 其他怎么打他 一概不管你 而且他给你足够的物资 武器炮弹 像我要嘲笑一下美国政府 在2023年 那个拜登政府年初 他说我们估计一下 俄罗斯军队大概打到2023年的三月份 炮弹就没有了 就现在了 所以拜登政府要换下来 再换下来 太差了 连这个中央情报局 这是什么估算的 现在越打越猛 炮弹越打越猛 那就开始自己编煌 炮弹是跟北韩要来的 差这么多 乱讲 北韩能够生产多少炮弹数也数 所以北韩工业能力很有限的嘛 而且库存多一点 搬一年过去 还是不够俄罗斯用 开始贵 那中国一定帮俄罗斯生产武器 为了圆自己的黄 他估计错误 所以拜登政府 是俄乌战争爆发的罪魁祸首 如果没有拜登 这个战争不会爆发 再来爆发以后 估算的样样都错 也要怪拜登政府 所以民主党是真的是 拖垮了乌克兰 是 同样一个问题来请教Russ 就刚刚委员特别提到拜登说嘛 就2023年俄罗斯的炮弹会打完 等一下你怎么回应这件事情 再来就是美国4月份通过了这一项 援助乌克兰的法案 610亿美元 当中270亿美元是直接的援助 那包括会提供的武器 海马士啊 陆军战术飞弹F16等等 有非常多 现在达成绿售只有10% 您又怎么看这两个问题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 这个大金额的援助 那部分是美国现货 但是如果美国有现货的话 还是要从美国国内 或美国国外的军事基地调过来 这个也要花很多时间 不是几天或一个礼拜之内 就可以从美国各地的军事基地 找来的东西 真的要花很多时间 然后要先运到 可能是先到德国 然后再从德国军事 美国军事基地 再送到乌克兰去了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 这个金额是用来买新的 但是这个要制造 那制造需要很多时间 而且我们知道 美国的供应链 目前就是不管是国防 或其他方面 但是尤其是在国防 就已经有很多相关新闻 国防供应链真的是出现问题 很多很多东西 包含台湾已经买的东西 都是再次再次再次 所以乌克兰这些东西 一部分如果是制造的话 真的要等很久 不是很快能送到乌克兰去 对 那有关拜登的这个判断力 那个时候可能是会有一点误判 我也是认为是有误判 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国内 虽然我们不会认为 俄罗斯这个国家 是制造很多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电子商品 他们都要从中国进口了 那很多东西他们不在做 但是他们真的在做武器 是他们自己有能力 他们有相关资源 他们也有 工厂也有 所以制造武器 我相信俄罗斯可以自己做 就像委员刚刚说 他不能完全依赖北韩 刚刚Wars也提到台湾 你说这个抵免的部分 就武器的抵免 说台湾的部分我们也抵免 那时候我们就会想说 那这个台湾抵免的部分 是不是送到乌克兰的 但是乌克兰也抵免 台湾也抵免 对 已经出现这个问题 在很多不同的武器 是台湾 美国已经向台湾说 对不起 你要等我们先 没有 他没事怎么讲 我们要先处理 要先处理台湾的订单 对不起 先处理乌克兰的订单 再会处理台湾的订单 这也是事实 是 好 谢谢Ross 那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争之间 战略价值 产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动心事件走向 掌握世界带动 全球观点 近战 环球发展线